还有这个 这次哈以战争之中 那对着没 那他妈的 哈马斯都干些啥事吗 对着没 是不是到底 把人家他妈的 妇女该强奸 把年儿童给点射 幼儿幼儿都放过 对着没 这跟以色列 把巴勒斯兰人炸死 这两个概念 完全是两个概念 哈马斯这杀以色列人 这是有针对性的 甚至他这 因为会这是针对着全世界 搞恐怖袭击的 而以色列人家这个炸弹 再重复点 人家这个炸弹 这是没办法 那是不长眼的 对着 你哈马斯你说 你钻到人堆里头 让你这个老百姓撤 你又不撤 对着 炸楼子都跟你说 让你这个楼要撤 那以色列做的确实可以 联合国好像 这次没有谴责哈马斯 没有吧 只是谴责这个以色列 从来没有谴责 这个哈马斯 这个时期恐怖袭击吧 对着 联合国真的是 这狗人的那个王八蛋机构 我跟你说 应该把联合国撤销了 如果说全世界 只有一个美国支持以色列 我就只能这样说 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人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坏国家 总是有那良心没有泯灭的个别人 总是有那良心没有泯灭的国家 那么人咱们就不说了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话 那么也许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良心没有泯灭的国家 就是美国 知道吧 知道吧 他就是人类唯一一个 敢主持正义 敢说真话 敢讲良心话的国家 那个国家就是美国 知道吧 咱现在都平良心说 美国 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好国家还是坏国家 咱就拿一点点 事实来说 首先呢 以色列这个总统 知道吧 总理 知道吧 部长 对不对 参谋长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个权贵的子女 全部上站 以色列这些军队 这些将军 就说是 这些将军 对不对 这些军官 在冲锋的时候 都是带头的 以色列这个军队 这个军官 这王女是识别了 三到四倍 知道吧 因为为啥呢 这次在加沙的时候 以色列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类似于团长的 对不对 军官 正王 知道吧 就先再问一下 全世界有几个国家 就凭这一点 能做出来 以色列这样伟大的之举 对不对 他们国家 领导总统 没有特权 就凭 我再给大家讲 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也不是我杜撰的 我这有些呢 大事大非方面的信任 我都记得了 大概就是中国改开的时候 知道吧 大家知道 那时候以色列 在中国改开的时候 人家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中国 这改开可能 大概就是八几年 八几年的时候 中国 有些民工嘛 跑到以色列打黑工去了 知道吧 偷渡过去 打黑工了 知道吧 按来说 打黑工这就属于非法 知道吧 工作 人家以色列这边就不认得 知道吧 从这个国际法上 知道吧 从这个 任何这个法律方面 人家以色列 对不对 从国际法上 人家可以不认 知道吧 结果这其中有 大概三个民工吧 有这三个民工以后 不知道跑到外头 吃饭去 是干啥去的 那八十年代 那大家知道 那巴勒斯坦 如果今天搞个恐怖袭击 明天搞个恐怖袭击 对不对 那三天两头 在特拉威夫 对不对 在那海法等等等等 在以色列这城市 那些小姑娘 对不对 那些孕妇 啥来的 孕妇呢 也搞恐怖袭击 知道吧 孩子从肚子那边出来 都搞了恐怖袭击 刚好呢 就是把中国三个民工 给炸死了 知道吧 死了三个人 按理来说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三个民工 这死了以后 没有合法手续 没有合法手续 以色列可以不给你赔偿 知道吧 但是现在以色列没有 没有对不对 没有这样干 不给你赔偿就不给你赔偿 你对不对 你这非法入境 知道吧 但以色列没有这样干 然后以色列就 派到他们国家的 这个政府官员 当然把骨灰也带回来了 知道吧 人肯定不会 能把尸体带回来 在以色列那边火化了 把骨灰带回来 就给了两种方案 就是分别嘛 分别到这三个家庭 给这三个家庭的 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就是说是 把父母 赡养到老 然后把子女 抚养到工作 知道吧 抚养到上完大学 抚养成工作 知道吧 把父母赡养到死 知道吧 把妻子的话 也等于说 他的遗孀吧 知道吧 结了婚的是遗孀 没结了婚 是管父母 知道吧 然后 就给了两套方案 把妻子养到 死 然后把父母也养到死 知道吧 把孩子养到 18岁以后 工作以后 知道吧 这是一套方案 每月给 大概每月给一千 大家知道那一千五百美金 这八十年代都是 一笔天文数字 在中国都是 一笔天文数字 那中国那时候 老百姓工资才是 七八十块钱 一百块钱 是吧 大概工资就 那时候工资是这样子 人家那时候就给你 一千五百美金 一个月 知道吧 家庭嘛 一次 一个月给你一千五百美金 对吧 一直到 一直到那个啥 一直到你父母死 或者是妻子死 还有一种方法是 一次给十五万 十五万美金 知道吧 腐习金十五万美金 知道吧 现场给 就让中国老百姓选了 最后这个三个家庭 全部选的是 十五万美金 十五万美金 八十年代好像是 也是一比七左右 知道吧 大概就一百万块钱 那时候呢 一百万 那现在说老实话 比现在的一千万多值钱 对不对 这是真事啊 这不是我都赚的 知道吧 那以色列人家 就把事呢 做到这 咱就凭 以色列这些所做 咱就凭人家 这些国际信誉 国际契约啊 为人处事的方式啊 对不对 按理来说 就不应该给你赔 给你赔个屁 他妈非法 因为别人给你赔 最后那真事 对不对 中国老百姓 这三个家庭 你觉得 他妈的 夜长梦多 还不如把钱给了 对不对 直接的话 一家给了十万美金 知道吧 总共以色列这边 赔了四十五万美金 知道吧 对吧 你想象去 那时候呢 那十万美金 那他妈的 比现在一千万都多呀 知道吧 这为啥 我老是 佩服以色列 尊重以色列 知道吧 原来以色列 真的把事情 做到这儿了 让人不得不佩服 我也想佩服哈马斯呢 我也想 支持哈马斯 你让我拿啥 支持他 拿啥尊重他 对不对 我就不可能 尊重他 支持他 这次以色列也要赔的 死亡人 世界各地 以色列全部要赔偿的 按来说 他妈应该就 哈马斯不可以 知道吧 以色列对打工仔很好 我们的大学 对黑人很好 都是外国人 美国伟大 我还可以理解 毕竟 他做了很大的贡献 你把以色列 这么搞 我就没办法理解了 咱就凭人家 这些国际信誉 国际契约 为人处事的方式 还有一个 最后后面 后面人都问 结果还问以色列 外交部发言人 说是 那中国人 非法移民 你还给他赔啥呢 对不对 他们不应该赔 问这事 有记者问 对不对 那结果人家 以色列官员说是 虽然说他们是 非法移民 但是他到我们国家 对不对 尽管他们不是 是不合法 但是他们已经 进入我们国家了 他就得那个啥 我们就得负责他 他是在我们国家 领土上死的 不管他采用 何种办法进来的 对不对 而且他在我们国家 没有犯罪 知道吧 没有危害 危害我们国家安全 对不对 而且他死于恐怖袭击 我们国家向来是 是痛恨 恐怖袭击的 对不对 他们就算受害者 尽管他们是 非法移民的 但以色列政府 给这个 顺便说一下 给这三个 中国家庭 不是因为中国的穷落 然后人比较低 低等 低等 下届下等 对不对 就给你赔的少了 没有把人分为 像中国这样 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对不对 城市的赔多少 干部赔多少 对不对 参加工作多少年 级别多高 给你发多少钱工资 对不对 明办教师 公办教师 没有这 没有什么城市 农村的户口 人家就说了 只要在我们国家死的 不管它是合法的也好 非法的也好 死于恐怖袭击的 全部享受 以色列国民的待遇 赔偿待遇 跟以色列国民是 享受同等的待遇 你说一下 你说以色列人 把这事做在这地方 他妈我感动的 我都想哭 我跟你说 你说这样的国家 你凭啥你恨人家的 凭啥你骂人家的 对对 凭啥你讨厌人家的 对着没 他妈八十年代 连建交都没建交 这是这事件发生了 八十年代 可能大概八十年代末期 中国和以色列没有建交 所以说这个偷渡 很正常 应该是偷渡过去的 建交的话 就没有使馆 只能可能听老乡 或者说偷渡过去 那些老乡 说是在以色列 工资高得很 当建立工工资高的 跑去 到工地上去 当黑工去了 知道吧 让巴勒斯人炸死了 他妈九一年吧 九二年才建了交 关于这个群主 关于这个群管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最起码有点包容心的人 当然你现在胡搅蛮 胡绝蛮蛮的 另当别论 人家这儿八九 真想不到你们现在还能吹乌克兰啊 乌克兰有多厉害啊 现在乌克兰上面战场上打仗的 差不多传是那些不是老人 就是 就是说你们现在连现在的战局是什么回事 这段时间不是反攻吗 乌克兰 能行吗 没人呢 怎么知道 再多武器都没用呢 你就是一个臭傻逼 你他妈这些信息来源都是哪来的呀 傻逼似的跟安 你真他妈是个纯纯的臭傻逼 你看看战场上战损笔吧 是大俄的兵员紧张还是乌克兰 乌克兰是卫国战争 全民皆兵 懂吗 大俄他没有发 没有全民发总动员 知道吗 知道为什么吗 你个傻逼 哎呀 我们不研究什么里面的过程呢 反正现在就拿着四块州拿回去了 其实俄乌战争啊 不是看谁能打过谁 那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不是很轻松吗 对吧 这个很明显 他看出一个道理来 你就是个纯傻逼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傻逼吗 大俄他的国土非常大 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敢不敢在大城市征兵啊 你自己想一想 征的都是远东地区的知道吗 布里亚特啊 什么这些 大城市的争了吗 争了四轮兵啊 乌克兰呢 你自己看一看啊 乌克兰 兵员紧张吗 对不对 乌克兰也有四千万人 知道吧 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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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国战争 知道吗 你个臭傻逼 人家懂什么 你个臭傻逼似的 现在俄罗斯已经拿了四个州 都不想理你了 把地雷布好了 慢慢来跟你干了 还说 哎呀 这我已经起死 加拿势早要收回这四个州 哈哈哈哈 人都死瓜了 怎么收啊 有武器就能行啊 没人怎么打 他所说的人们支持乌克兰也好 支持俄罗斯也好 支持乌克兰呢 是指这个俄罗斯 是有侵略行为的 对吧 但是支持俄罗斯 是因为俄罗斯 打乌克兰 是因为乌克兰 要加入什么 北约欧盟了 他肯定是有原因 打起来的 但是要论这个 谁能打过谁 那很明显 俄罗斯打乌克兰 还用费力气吗 把战我们打仗 要看那个战略和战役的目标 达到没有吗 你现在说 乌克兰就打赢了一样 就没有输就赢了 是吧 那四个州去了 是吧 那个俄罗斯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把你灭掉 人家俄罗斯已经做到 他的目的和目标了 把四个州拿回去了 也守好了 胜利 摆在那里 就是俄罗斯胜利了 你傻逼似的啊 你臭傻逼 知道怎么回事吗 全世界对他们大俄 一万多枪制裁 知道吗 臭傻逼 周边的国家 把路路交通全部封死了 他支撑的下去吗 战争 每天要花好几亿美元打仗 知道吗 六百多天了 你傻逼啊你 这乌克兰的援助就是慢的话 也也 碌碌 源源不断的要有 要有外援 知道吗 支持他 全世界这些文明国家 支持他 知道吗 你个臭傻逼 等到F16一到位 大俄都他们已经布下地雷阵了 你这臭傻逼看不出来啊 西班牙大铁路都已经被炸了一段 如果再没有外援 没有什么 没有他们的后面的物资保障 打什么打 你臭傻逼似的 哎 我觉得没什么支持谁和谁的 反正我就看这个结局 是吧 人家 人家发动战争 就做到了他的 他的目标了 和目的了 你乌克兰就丢了冰土 死了几十万人 你说你会赢吗 而且还说自己会 迟早一天我会赢的 那什么时候会赢啊 你战院你妈个逼 你就是个臭傻逼 你看不出来现在形势 乌克兰现在是步步为营 一点一点的 知道吗 你现在不可能去走 无畏牺牲 对不对 现在等F16到位呢 傻逼 你他妈懂什么 你狗杂种 你就是个臭傻逼 你他妈不就是讹杂吗 傻逼 你就说你是讹杂就完了 你妈的逼 你狗杂种操的你 跟他妈的母公兄一个操 臭傻逼一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 现在这个 边缘民主国家 乌克兰现在 基本上是个纯民主国家 他很彻底 民主的很彻底 知道吧 基本上边缘是 跟俄罗斯损合是1比6 知道吧 我想 斯莱斯基他 他不会造假的 知道吧 他甚至可能 在俄乌战场上 他会把他自己的这个攻击 尽量缩小一点 成绩 叫乌克兰 也渡过丁耶伯河了 知道吧 类似于渡过中国这个长江了 知道吧 丁耶伯伯河是个天险 知道吧 你现在美国的M1了 还有F16啥都没上战场 知道吧 现在人家就是乌克兰 就是损耗俄罗斯这个士兵了 每天1000多人 生命 对不对 战场1000多人 还有那富山回去的话 据说死了一半 一般战损 比如说 死一个人 一般上三个人 知道吧 但是这三个人里头回去坑一半都得挂 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可以确定 哎呀 那些高端武器 那个乌克兰是用不了的 除非人家派人过来 那就不是乌克兰自己在战斗咯 是吧 背后就有人帮他咯 那个飞机师 你以为就这样培训几个月就上战场 没有人呢 我跟你说 真的打招呼打到没人呢 有钱都没用了 你妈那个逼你狗杂种 那他们到大鹅把他们四周拿回去 那他们是大鹅的地盘啊 乌克兰那叫拿回去 知道吗 你妈逼你狗杂种 1991年的国际线 乌克兰是包含克里米亚半岛的 知道吗 包括他们顿巴斯 扎巴罗勒和赫尔松 知道吗 这个乌克兰必然要拿回去 你妈的逼你狗杂种你 臭鹅杂你 现在可以确定俄罗斯这个战速量 那比乌克兰要大 乌克兰为啥呢 它是个民主国家 它很保护生命 很尊重生命的 而且它的医疗条件 你看很多那个 节制的啥都跑美国去了 欧洲国家 全世界国民国家都在帮乌克兰的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阶段 可能主要是打 先把俄罗斯这个 对不对 这个主要重武器的啥消耗了 人家这又不及 人家钱有的是 对不对 欧洲的啥那些大财东啊 民主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的 最近我听说那个啥 就说乌克兰把那个 中俄这个边境线 那是大东麦 知道吧 一个铁隧道给炸了 这一炸以后 中国这运油了 啥呢 运不到 还有朝鲜 油来的物资来运不过去 还有那机场 TNT 远程战术导弹 把俄罗斯现在都炸的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被动挨打 你没看现在 普京成天要火着要停战 那可以说现在目前就说是 对不对 就跟下象棋一样的 棋盘十六吃嘛 对不对 我他妈的 我现在进攻啥呢 我把你的战场那个人员 武器给你消耗光了以后 对不对 把棋盘上的 对不对 把你的几个子都给你吃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给你不玩战术 我就把你的子往往来的吃 对不对 他现在就这 对不对 为啥呢 俄罗斯 苏联给俄罗斯留下的武器 他妈的 那比三峡水库都多 对不对 现在图件看来以后 乌克兰这个战场上的武器 首先这个武器数量比俄罗斯多 其次的话 人家这个准头也大 这样吧 我觉得俄罗斯应该 扛不过一年的 无论如何 它不会扛过一年的 哇 上面那些大师 所化的那是好奇怪 说到现在乌克兰已经打胜仗一样 你们有没有去了解完 现在的战局是什么回事啊 啊 就你们觉得乌克兰已经胜利了是吧 啊 哈哈哈哈 上面那兄弟你们说话的态度 就不感觉乌克兰已经胜利在望我 啊 但我在我的角度看他妈的就胜利无望啊 这个四个州就丢定了 我也持久战是持久战是中国说的 我也持久战是持久战是中国说的 我 中国有几亿人 那肯定可以说这句话了 啊 乌克兰有人吗 哈哈哈哈 持久战都要说条件的 有众生 有人 啊 才能持久战的 没众生也不行 你妈的逼你狗杂种 那他们到大鹅把他们四周拿回去 那他们是大鹅的地盘啊 乌克兰那叫拿回去 知道吗 你妈的逼你狗杂种 1991年的国政县 乌克兰是包含克里米亚半岛的 知道吗 包括他们的顿巴斯 扎巴罗勒和赫尔松 知道吗 这个乌克兰必然要拿回去 你妈的逼你狗杂种 你狗杂种 你臭鹅杂种 你战运你 妈的逼你 就是个臭傻逼 你看不出来现在形势 乌克兰现在是步步为营 一点一点的 知道吗 你现在不可能去走 无畏牺牲 对不对 现在等F16到位呢 傻逼 你他妈懂什么 你狗杂种 你就是个臭傻逼 你他妈不就是鹅杂吗 傻逼 你就说你是鹅杂就完了 你妈的逼你狗杂种 操着你 跟他们那母公兄一个操影 臭傻逼一个 你傻逼似的啊 你臭傻逼 知道怎么回事吗 全世界对他们大额 一万多枪制裁 知道吗 臭傻逼 周边国家把 陆陆交通 全部封死了 嗯 他支撑的下去 战争 每天要花好几亿美元 打仗知道吗 六百多天了 你傻逼啊你 这乌克兰的援助 就是慢的话 也陆陆 源源不断的 要有外援 知道吗 支持他 全世界这些文明国家 支持他 知道吗 你个臭傻逼 等到F16一到位 大额都 他们已经布下地雷阵了 你这臭傻逼 看不出来啊 西班牙大铁路 都已经被炸了 一段 如果再没有外援 没有他们 没有他们的 后面的物资保障 他打什么打 你臭傻逼似的 你就是个 纯傻逼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傻逼吗 大额 他的国土非常大 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敢 不敢在大城市征兵啊 你自己想一想 征的都是远东地区的 知道吗 布里亚特 什么这些 大城市的征了吗 征了四轮兵了 乌克兰呢 你自己看一看啊 乌克兰 兵源紧张吗 对不对 乌克兰也有四千万人 知道吧 全民皆兵 全家人为国战争 知道吗 你个臭傻逼 人家懂什么 你臭傻逼似的跟 你就是个臭傻逼 你这些信息来源 都是哪来的呀 傻逼似的跟啊 你真是个 纯纯的臭傻逼 你看看战场上 战损笔吧 是大俄的兵源紧张 还是乌克兰 乌克兰是卫国战争 全民皆兵 懂吗 大俄他没有发 没有全民 发总动员 知道吗 知道为什么吗 你个傻逼 然后的话 现在战场 战损是1比6 知道吧 1比6 就是说死一个乌克兰士兵 16个俄罗斯士兵 知道吗 这个根据我这个观察 对不对 咱挺常有时候看新闻了 对不对 有时候也 咱上外网咱们这个能力 对不对 看看抖晕了啥 抖晕里面可能也一些东西 知道吧 那啥 我看俄罗斯的 的确他现在的装备了啥来的 他现在比乌克兰差着呢 对不对 装备差 在一个实习也低 知道吧 他的战损肯定比乌克兰高 最保守 知道吧 乌克兰死一个 对 俄罗斯 因为说俄罗斯那个 对不对 卢干斯克呀 敦捷斯克呀 这些都让乌克兰 医院都砸了 对不对 你想那运回去 搞到半路上 再给你撂个炸弹 对不对 运回去那失血过多的话 那能救过来的 我觉得都是少部分人 这样 像乌克兰 全是美国 对不对 西方的这些救护 设备了什么来的 再来乌克兰是本土作战 知道吧 可能寄出了啥 各方面都比较好一些 知道吧 所以说 伤病人这个 受伤的这个 乌克兰这边 存活率 肯定比俄罗斯要高 战损的话 俄罗斯也高 一比六 这个数据 我觉得完全可信的 有科学依据的 有科学依据的 什么时间站在乌克兰一边 你这句话有什么依据 你们讨论问题 别说结论性的东西 这样就传不是你说了 你自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你说现在乌克兰已经战胜了 俄罗斯了 好不好 高兴没有 你说这些话都没有依据的 什么时间站在一边 你解释一下 他有多少时间 是不是俄罗斯就没时间 他有大把时间 俄罗斯现在咋回事 俄罗斯现在 为啥说俄罗斯没时间呢 俄罗斯他本来就打一个 什么特别军事行动 他就像 类似于像布拉克直川那样子 搞 知道吧 他本来就没有打算 打持久战 知道吧 为啥呢 这中国这边 已经让人家 美国那边 把新特尔啥来的 该卡都卡了 知道吧 俄罗斯现在为啥说 时间没在俄罗斯一边 他把T34都拿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西方欧盟 把这该给他堵的都 路子都堵了 然后那个波罗的海三国 包括芬兰把边界都封了 他哪有呢 他现在他妈的光剩粮食了 他这个全世界现在基本上围殴他呢 那朝鲜呢 支持了俄罗斯的炮弹 动不动都他妈炸糖痞子了 对不对 那他妈都是二战一流的时候 朝鲜战章留下的那些炮弹 对不对 一弄以后 把自己人都炸死了 时间肯定没有在俄罗斯一边 俄罗斯现在 你像这铁路也要炸了 公路也要炸了 后千也要炸了 F16还没占战场 上面这个大哥 又在说外里的 人家对你说那些是表面的 人家就拿了四个州 现在目标达到了 你看今天一个军火库炸了 明天他妈一个坦克厂 后天一个炸药厂 对不对 全让给让连乌克兰 这个后勤 对不对 特工给弄了 对对不对 那黑海呢 对不对 黑海监督间都跑了 对不对 可能剩了几艘了都跑了 对不对 黑海监督让连乌克兰都躲回来了 咋能咋可能在俄罗斯一边呢 时间不可能在俄罗斯一边 对对不对 你说俄罗斯本身这个科技就不行 对对不对 然后就把中国这边 想法设法在伊朗这边 把这陆路一弄 飞机能用过几架呀 飞机很多国家 直接就给你那个啥的 连空都静止着呢 不让人飞到俄罗斯去 对不对 中国这边说老实话 也不能跟西方搞得太僵了 对不对 搞得太僵对中国这个经济发展 也是不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时间肯定没在俄罗斯一边 对不对 俄罗斯现在 可能唯一受不了制裁 就是它的粮食 但是它必须要靠军火 哎呀不想跟你吹的 你又说 在乌克兰有什么都有 高科技又有什么都有 俄罗斯什么都没有啊 俄罗斯的科技又停在那里等你啊 多点 多点去了解一下 战争这个状态吧 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了 知道没有啊 所以说还要打 你们呢就不接受这现实 不接受现实 现实就是乌克兰啊 人都打没了 领土也丢了 你们都还是不接受它这个状态 也可以说是战败的状态 我听说去年发动 2月24号 2020年2月24号 那去战人员 就是特种部队啊 俄罗斯呢 那特别能打那特种部队啊 现在他妈的剩了10%了 你说这战争咋打呀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说老实话挺牛的 知道吧 那可能排不了世界前三 但是在世界前十排一点问题不大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说老实话 确实也挺能打的 对不对 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新闻报道 你知道吧 人家说现在俄罗斯这样发 那还是爽嘛 咱还记不住 知道吧 可能是特种部队 知道吧 特种部队现在 剩了剩了 基本上就剩了10%左右了 你跟我说那训练一个特种部队 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 几个月就能训练出来的 那我要求极其严格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这俄罗斯的 从长期来说它无法 这一场俄乌战争呢 表明上是俄乌之争 实际上打的是一场 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的战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支持小了的会很多 而且会源源不断 但是俄罗斯的朋友 倒下一个就少一个了 普京现在想跟俄罗斯 跟乌克兰谈谈啊 几乎到了快哭的地步 他心里清楚 俄罗斯没办法再继续了 对着呢 乌克兰现在不想谈啊 这样子 普京他妈的 他现在如果 根据我自己的感觉啊 对着呢 他退回2014年啊 没点问题 退回2014年这小菜一碟 然后乌克兰现在想把国土全弄回来 包括克里米亚弄回来 你知道吧 你想他普京把这克里米亚 把那卢干斯克 敦巴斯的给 乌克兰的他妈的 他就臭到点子上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老实话 让人家在全台上 基本上打修克过去 对不对 这个耻辱啊 所以一个曾经 被中国这个红粉 成为大地的这个 对不对 这个独裁者 他无论如何 他承受不了这种耻辱 知道吧 他现在啊 真的是 没有实力 没有能力在打的 基本上已经被人 去你妈 你少他妈跟这儿装 怎么了 就原子弹下 救无冤魂 有问题吗 对不对 对于恐怖袭击来说 救他们应该无情打击 没毛病 知道吧 臭傻逼 你妈的逼 你狗杂中吃吃长大 操你妈 跟狗杂中操的你 你少他妈跟这儿装大一巴掌 操你妈的 死全家的逼玩意儿 去你妈的 你少他妈跟这儿装 怎么了 就原子弹下 救无冤魂 有问题吗 对不对 对于恐怖袭击来说 救他们应该无情打击 没毛病 知道吧 臭傻逼 你骂了逼 你狗杂中吃吃长大 操你妈 跟狗杂中操的你 你少他妈跟这儿装大一巴狼 操你妈的 死全家的逼玩意儿 你 你妈的逼 你狗杂中吃吃长大 操你妈 跟狗杂中操的你 你少他妈跟这儿装大一巴狼 操你妈的 死全家的逼玩意儿 少他妈跟这儿装大一巴狼 我告诉你 我十元能力 第一流 知道吗 我他们一眼 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包括木工凶 不就这个都是臭傻逼吗 你这装什么呀你装 傻逼似的 装他们 装他们正义 装这装那装 装什么装 看在你身上了吗 这些事 以色列 还是太过的 顾及 影响 否则的话 不会反应那么迟钝 对不对 对他们有什么客气 这恐怖分子 就应该除恶物 那些堆砌的文字 为什么骂你狗杂种 臭傻逼 你自己看一看 你自己那段文字里 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臭傻逼 少他妈给我这装大衣服的 我告诉你 我实验能力 第一流知道吗 我他妈一眼 就能看出你是个 他妈什么玩意儿 包括木工凶 不就这个都是臭傻逼吗 你这装什么呀你装 傻逼似的 装他们 装他们正义 装这装那 装什么装 看在你身上了吗 这些事 以色列 还是太过的 顾及影响 否则的话 不会反应这么迟钝 对不对 对他们有什么客气 对恐怖分子 就应该除恶物尽 臭你妈你狗杂种 你压才是屈蟲呢 臭傻逼 你妈的逼 为什么我他们上来 就骂你臭傻逼啊 你这个群里 你看啊 有一半 差不多就没有一半 也很 也像百人认识我 我为什么上来 就骂你臭傻逼啊 你他妈看看 你那些堆砌的文字 为什么骂你狗杂种 臭傻逼 你自己看一看 你自己那段文字里 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臭傻逼 实际啊 这些有些 在这个联合国 那些整天 谴责以色列 伤害无辜平民的这些国家 所谓保护平民啊 对不对 为了保护平民 只占这些国家 大家记住啊 就是这些 嘴上把这些 无辜平民 喊到嘴里这些啊 是伤害平民 最最恶劣的国家 大家去搬着指头 去算起 对不对 往往伤害平民 卧视平民生命啊 或者把平民百姓 这个生命 当成草芥的这些 这些 对不对 联合国这些 这些所谓的 这个发言证 他们恰恰就在国内啊 最无视 百姓 生命 对不对 最无视 百姓这个健康的国家 大家搬指头算 看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伪君子啊 以色列助联合代表 就说了嘛 那些谴责以色列的国家 都不是民主国家 那些呼吁 以色列保护平民的国家 他们是伤害平民 最严重的国家 对着没 知道吗 他们的罪用之意不再久 他们不是同情 巴勒斯汗百姓的生命 或者哈马拉加沙百姓的生命 他们的真正 真实目的是想 不想让哈马斯 这个恐怖组织灭亡而已 对不对 他内心 他不可能直接说 但是以平民 知道吧 为借款 想拯救 哈马斯而已 不过那个群 总是有一帮人 我们中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心里都明白 我们进了时政群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 吸取不同的信息 可是这个信息 收集来收集器 总是有一些人在和政府的立场站得完全一致 这样的时政群就慢慢的失去了它的价值 我们倒不是孤独你反政府 没那个意思 但是你无论任何事情 你总是 俄乌战争 你看政府支持俄罗斯 你也支持俄罗斯 哈伊战争 你看政府 那个态度 你就赶紧支持哈马斯 你别管你怎么说 你的目的就是要和党和政府坚决地站在一起 你站在政府 站在党的立场上讲话 没问题 你光明正大 你就直接说 我代表我们党如何 我们政府如何 你就公开地站在政府立场上 对吧 这个谁能把你怎么样 你不能说 你又在市政局里 你能冒充说是自己 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 然后你又天天的 你又 紧密的团结在党政 周围 你自己不能说 你到这 你团结在周围 周围 你可以光明正大 你说 你不能说 给人感觉 你的精神分裂 可以肯定 那些今天谴责 在联合国 谴责以色列屠杀 巴勒斯坦人的这些 所谓的代表 某些国家的代表 他应该没有谴责 乌克兰的部下 残 那好像死了一二百人 知道吧 他没有谴责 这个伊朗打死 他没有谴责伊朗 打死这个 没败投机的妇女 他们没有谴责 10月7号的哈马斯 对以色列 无辜平民的屠杀 顺便说一下 哈马斯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没有谴责 朝鲜这些被遣返的偷渡者 被处决 知道吧 听了一个东北的朋友说 朝鲜这帮被遣返回去 就用铁在锁骨上 一锁后 回去后 他妈斯 咱就说就跑的 你单纯的屠杀 以色列人也就 对吧 你全世界人 给人绑架 对这没 不分清红造白 不分哪个国家 全部都是 对不对 给人绑架当人质 对吧 挟持人质 这跟绑负有啥区别呢 是不是 连参业运约会呢 对这没 拿着机关枪 就在人群里面扫射 这可是这的确在胡整 我跟你说 哈马斯 没有任何借口 没有任何道理 为他们解脱 知道吧 真的真的 没有一分钱 包括以色列今天 对哈马斯 对加战人 没有做过任何 对不起的事情 包括现在他妈的 以色列每年给 以色列现在实际上 给巴勒斯坦 做的比全世界都多 知道吧 以色列每年给加沙 带去几十万工作岗位 并给加沙的人 免费供水 免费供电 知道吧 免费供网费 网线 这做的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对不对 再也没说加沙 联合国也没说 加沙就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本来就 就跟那印第安人 北美印第安人 是一个道理 他妈的 对不对 以色列人家就没有 占你巴勒斯坦一寸土地 我要说清楚呢 不要说人家 以色列 请占你的土地 请占个球 对不对 你就算给人家战争赔款的话 你跟以色列 给人家承担 撂火箭弹 要战争赔款 你也给人家赔一些土地 对不对 是不是这道理 你巴勒斯坦就没有土地吗 没有国家吗 和以色列从何而谈起 人家强占你的土地了 扯蛋 以色列和印第安人 北美印第安都没有土地 对不对 不要说人家 美国人把印第安的土地 强占了 扯其八蛋吧 那他妈的 那今年的印第特人 北极的印第特人 全世界的妈 是不是把印第特的土地 强占了 对不对 不存在 全世界不存在 把印第特人 这个北极给占了 北极是全世界的 不是有印第特人的 同样的道理 那个巴勒斯坦 加沙 约旦河 西安这些地方 你原来 你巴勒斯坦 本身就是个 对 就是个游民一样的 没有国家 对不对 北美的印第安人 也是没有国家的 没有国家就是大家的 董老板 你住你的地方 我住我的地方就行了 不存在 华为是个骗子 华为是个骗子公司 他现在除了骗子 他一无所事了 我可以肯定 这个东西 他公正客观说 那绝对是个骗子公司 他现在 你看现在苹果行 用了三G 四G 他现在对外说 他用的是七G 实际上外行 就是外国外行 你看把他 华为手机一打开 是十四G 华为现在十四G 都造不了 外国认为 这个给华为十四G 对这个 俄罗斯 或者对这个 这个国家安全 不会造成啥影响 他这个用这个 芯片用的十四G 初级芯片 而且还卖的森贵 其实说那华为 我用的不是华为 我用的是微博 你知道吧 其实说那个华为 现在 外达森贵 你知道吧 比所有的品牌 都卖的贵 不敢买华为 不要买华为 那是个骗子 百分之百 是个骗子 骗子企业 那个啥 好像三星 三星 我记得是谁 可能充电的 充电最后 把手机烧了 还没着火 就这一件事情 促使这个 三星撤离中国 知道吧 好像那时候 一着火以后 全民抵制三星的 但是抵制三星 不抵制 三星的信片 很多那手机的信片 都用在韩国 或者说 台积电 知道吧 或者说其他的 三星这个信片 人家 中国没有抵制 所以说 这个买华为 反正我觉得 这个东西 不要买 知道吧 不要买他的 那个啥 不要买他 华为手机 我在对门 有些那个 看大门的 弄些那华为手机 过来 有的呢 他妈的 那 就不对 知道吧 那咋回事吗 那一弄 手机那瓶子 有时候都是写写瓶 画面的啥 都是那写写瓶 对不对 问题多得很 那根本就不正常 对不对 咱这个爱民族品牌 那民族品牌 不能恨咱 知道吧 不能害咱 知道吧 你要害咱 那我觉得 我觉得买那些东西 就是这 给自己评点 不少麻烦 你说万一没在家 或者出差了 啥那会误人事 知道吧 我觉得还最好 不要买华为 知道吧 三星手机 唯一的就是什么呢 它的高端机 是没有在我们 我 可能前一两个月 我看 深圳把一个手机 着火了 可以肯定不是苹果 百分之百不是苹果 我都怀疑有点像华为的 知道吧 最后很多这个 网友问 这是什么品牌的 知道吧 还有那电动车 知道吧 他妈着火了 从来没什么牌子 可以肯定不是特斯拉 这是特斯拉 百分之百的报道了 知道吧 知道吧 你看经常大家 在新闻里面 看着电动车 着火了 对不对 手机着火了 对着 他这个一部报道 知道吧 对着 所以说这个 你说新闻不自由 老百姓 很难公正客观的 看待这个世界 知道吧 或者说是 取向性的报道 没有这个时政威信权 大家可能 我觉得 百分之九十九人 都讨厌 以色列 对不对 但是进了时政权以后 我相信 本来对以色列 没好感的 可能最起码 都成中意态度 一个破 技术也要领先 我不知道 如果是说 中国人 或者华为的手机 销量 能与苹果 PK一下 我觉得 也算 也要领先 是吧 我用的是 地装机 因为 我就打打电话 是吧 没有别的用途 老婆用的是 不是一个级别 对着美 基本上就是 马宝国和泰森 之间的区别 事实求是说 还有个啥 咱 咱这成人员 华为 花高价 请了很多老外 知道吧 像这个里面一些 华为一些 除了这个芯片 还弄不了 对不对 高薪 请一些老外进来 对着 你把这个老外人家 如果不参与的话 他华为那很劣质的 但他这个芯片 这个东西 芯片这个东西 比造原子弹 据说比造原子弹 难十倍 知道吧 而且芯片这个东西 连美国都独立弄不了 知道吧 芯片这是西方 高科技国家 共同的产物 知道吧 为啥说美国 美国一说禁止 那都得禁止 因为里面有点 美国的弄啥技术 知道吧 这个世界上科技 唯一能缺少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 主要国家 就像那个特斯拉一样的 特斯拉他需要打广告吗 特斯拉在某种 这个事故 事故历史 只撞车的情况 他会燃火 然而在咱们国家 这个领土上 但凡这个能源车 着火的 无一例外 都不是这个特斯拉 知道不 我再三强调了 一个破国产机 你是在咱们国家生产的 你没有这个进口的 关税等等的 你怎么就遥遥领先了 你的价格也遥遥领先了 看销量 怎么去看它的销量 这个销量 这个数据从哪来的 说句不好 像这台机电 对人们 听说都制造出 三到四纳米的信件 对不对 日本 韩国 对不对 美国 荷兰 荷兰是 荷兰它这个国家 它是做光刻机的 但是你记住一点 它做光刻机的 就阿斯麦 什么啥 知道吧 它做光刻机的话 它这个技术 很多是美国的 所以说美国说 不给中国卖荷兰 也没办法 知道吧 里面有 你像那个摄像头 摄像头主要是 一个日本 一个德国 德国的哈苏 莱卡 而日本那是索尼 佳能 尼康 摄像头 像这个华为 它这个摄像头 据说原来从莱卡 现在变成 日本的索尼了 所以说你不要再说 中国现在 离开西方 包括华为 谁都离开西方 人家给你制裁 华为手机 弄不了 华为 即使基本上 占到80%的零配件 不是国产的 就那么简单 别人的东西 盗取过来以后 贴上国产的商标 就开始出售了 就是一个组装机而已 知道不 其实有些 他讨厌以色列的人 他实际上 对以色列 根本也不了解 他只是在 他的印象中 以色列跟老美 是走得很亲近的 刚好他又 按照土工的勋传 恨老美 所以也就跟着 以色列一道恨了 很多 很多 很多红粉 是这样的 是这样来的 如果是论 组装的话 华为是组装 难道苹果 就不是组装 苹果有原创 难道华为就没原创吗 哎呀 这个说话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为华为 洗地的知道不 那你说说 苹果是从哪来的 组装机 聊聊苹果的 这个到哪里 拿货来组装的 你可以不满意 于晨东说的 也要领先 但是很多中国人 就买华为手机啊 那你 你能否定这个事实吗 很多中国人 买华为机制 买这个遥遥领先 拿出数据来说话呀 你如果想要数据的话 可以找一下 以后给你呀 你心在急急忙忙的 要人找数据 是吧 你现在要为华为 洗地 你肯定做点功课呀 不能当现在 聊到这个事 问这个事的时候 你说你去哪找 余晨东说的话呢 就是圣子嘛 苹果的 林佩健也是来自 世界各个厂家啦 你像组装啊 富士康啊 芯片就台积电啊 这个都是来自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精力 不是被踢住 那个什么欧辉官啊 被踢出来了 是不是啊 精力好像是不是 又被 所以说我就知道 你是非得要刻意 华为洗地 你聊了那个公主 他一点意识都没有 如果你对余晨东说的 摇摇领先不满意 你可以站出来 是吧 写文章 看谁有几个人 相信你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 等于对余晨东 所说的这个摇摇领先 有质疑 我就学 我就非得去写文章 去反驳他 我反驳个鸟 我反驳 早在2000年 中国就已经 已经声明了 全部脱贫了 进入小康了 那我到哪去写文章 反驳他 实际进入小康了吗 脱贫了吗 人都有立场 对吧 你不可能说 你完全的客观公正 我是中国人 当然是站在中国这边啊 你聊这个天 我觉得比较奇葩了 你是中国人 站在中国这边 中国人是什么立场 我就问你 六亿到八亿 还处在一个 什么生活水平线上 你是站在哪个立场上 我没搞清楚 你不就直接讲 你站在这个利益得主的 这个立场上 说话不就完事了呗 还非得去拐弯抹脚的 你是中国人 我都知道你是中国人 中国领导人 出了很多问题 说出很多话 这个 也没必要苛责嘛 是吧 难道 民主国家就 不说谎 不说错话 不做错事 那个王公公 在联合国的发言呢 就是哈马尔的扯淡 在全世界的面前呢 这个丢脸就大了 他把这个哈马斯 和巴勒斯坦 混为谈 还叫下什么 不高什么 双重标准的恐怖主义 至于这个哈马斯 是不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们去问 这个巴勒斯坦人民 就知道了 真他妈的防批 你都没必要争了 因为谁都没办法说护谁 对吧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 标准就是一个 这个屠杀平民 是吧 制造事断 这样行为都不是恐怖主义 还算什么 是恐怖主义的 那个王公公公的这个法院 真他妈的这个邪恶 王公公说那个话 本身就是屁话 人家这个八方政府 已经出来辟谣了 对不对 哈马斯不是国家 它只是一个组织 一个恐怖组织而已 对不对 那王公公不是此地无垠 三百两 那王公公不是自己 自己脸上出去 被人家打吗 那不是 这个王公公这一段讲话 这个王公公这一段讲话 应该要结合 他以前还讲过的一段话 去理解 他以前还讲过一句什么话呢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是让我们不好过 我就让你们都不好过 所以这句话再一结合起来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你让我不好过 我就让其他的人去跟你们听乱 去跟你们捣蛋 让你们都不好过